全能狗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钟 所播出的全民Encore 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益师杨静宇 那当然呢 今天的节目在脸书的 News98的官方粉丝团 也有同步的直播 所以欢迎呢 可以方便的话 你可以同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 其实我在网路上看到一则新闻 我觉得这蛮值得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的 也就是说 像我们一般饲养猫咪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 而且呢 养猫咪的人口数也一直那样倍增 比狗狗增加的还多 所以很多人呢 在这个从小开始养猫咪 我们就一直觉得说 啊 他的记忆就定格在他很活泼 很喜欢到处去探索 很喜欢 有时候跑过来抓你一下 这样子 一个非常活泼的 一个健康的 而且呢 是充满活力的一只猫咪 可是呢 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谈到就是说 如果说有以下的五个症状 或者五个迹象 如果有三个 或是三个以上的话 它真的代表你的猫咪真的生病了 而且可能病的还不是那么的轻微 所以呢 我这边综合整理了一下 一般的猫咪 平均的寿命大概是13到15 当然有时候有好养的 比较OK的体质比较好的 或许到18岁也都有 但是呢 一般大概就是13到15 所以呢 通常在8到9岁之后 猫咪就开始进入了 我们所谓的这个 高龄期 或是说到了这个老人的 这样一个阶段 老年的一个阶段 那这样子的话 接下来就说 可能要需要我们的主人 要定期的观察他 而且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那如果再加居家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五个 一个症状 第一个呢 就是体重变化非常的剧烈 比方说变得比较胖 或是变得比较瘦 变得比较胖 或许是新陈代谢的速率改变了 或是他的胃口特别的好 那另外变瘦 要格外的小心 有时候跟一些肿瘤性的疾病 或是说跟猫咪 常常会有高甲状腺的 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他的新陈代谢速率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第一个注意的 就是体重变化变得比较大 那第二个迹象呢 就是感官变弱了 也就是说以前呢 可能就是 你轻轻的一点点的声音 比方说你打开这个饲料的罐子 或是想要打开一些 这个点心零食 要给他吃的这种袋子的声音 他的反应非常的快 可是呢 慢慢的你会发觉到 有时候你回到家 看到他 他才发觉说 你回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机 这种情况出现 也就是说感官开始改变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骨骼的问题 因为我们晓得在这个骨头关节上面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 或是一些不正常的一个动作 或长期的一个不正常的姿势 而会造成一些关节退化的非常严重 所以原本他可能扑通一声就可以跳到桌子上 接下来呢 现在变成要先跳到椅子 椅子再上桌子 所以慢慢我们可以发现到 他的骨骼方面出现的问题 这是要我们特别留意的 第四个呢 睡眠的时间变长了 各位听众朋友 您知道吗 猫咪一天大概平均睡 15到16个小时这么久 可是一旦呢 发觉到他睡眠的时间变得更长了 这也是一个警讯 要我们提醒我们的 带他去做检查了 第五个呢 就是食欲变差 其实这个我相信 只要有饲养宠物人都知道 猫咪呢 他如果食欲变差了 或甚至于不吃 连他最喜欢的猫泥 他都不爱的话 绝对绝对赶快 二话不说 放到笼子里 放到袋子里 赶快带去看你的家庭医师 这样子才最正确的 所以不管您猫咪 现在您家里的猫现在几岁了 或是说 他还是幼年 还是成年 或是我们所谓的高龄老年期 我们主人们都要密切 注意观察他的状况 那及早的加以诊断 加以治疗 或甚至于预防 这才是我们饲养宠物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在我们节目去场的 特别来宾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妹 她毕业于台大收益系 以及台大临床医学研究所 硕士班毕业 而且曾经在台大的 肤射动物医院的外科总医师 以及组织兽医师 她的专长呢 就是小动物的外科 那目前是竹北米花动物医院的 共同创办人 我们欢迎宋佩怡 宋医师 佩怡跟她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 OK 好 刚刚我们讲到猫咪的五个 一个警讯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四组 可以在家 就观察到哪边不对 或怎么样怎么样 其中有一个是讲到骨骼的问题 我相信你是小动物的外科 一个专医 专医科医师 所以我想特别在那边请问你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就说 好像跟年龄相关 是跟退化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主题 我们放在退化性的关节炎上面 可以首先可以 当然跟听众朋友来聊一下 为什么会有退化性关节炎 好 那关节这个东西本身 它是两块骨头 或者是三块骨头 彼此交界 没错 它必须要维持它的完整性 然后或者是它的 那个concurity应该是好的 所以当这个关节 它比如说它可能 就是发生不稳定 因为关节形成的 它除了骨头跟骨头之外 可能还有中间的韧带 或者是纤尾软骨 或者是关节囊 那当他们的发生不稳定 然后或者是关节面 本身是不平整的时候 或者是负重是不平均的时候 都会造成关节中间的软骨 可能会有一些磨损 那当这个关节软骨 开始磨损之后 长期慢性下来 这个炎症反应 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关节炎 是 对 OK 所以等于是它这个 关节结构上面 有受到的一些影响 没错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那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看到 就是说 这个狗狗照正常的姿势 或正常的饲养 都还OK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 哪些原因会比较容易造成 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出现 那这个关节炎 大概基本上 病理机制上面 我们可以分成 就是primary 原发性的问题 原发性的 对 或者是secondary 就是二次性的问题 那今天就 如果先讲狗狗来讲好了 狗狗大部分是secondary的事情 指的是说 它可能先天的关节 本身就有一些异常 比如说大型狗很容易发生的elbow的dysplasia 就是轴关节的生成不良 然后或者是宽关节的生成不良 那像宽关节生成不良 它先天它的松弛度 宽关节我们常会说一个是球跟碗的构造 然后当它如果它先天生成不良的时候 它这个其实会很松的 平常走路的时候 它的宽关节就会有一点慢慢一直松弛 然后卵骨就一直磨损 所以他们在早期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症状 那因为这个软骨一直磨损 所以到后来就开始出现一些不坠啊 然后让它的关节越来越疼痛 那除此之外就是像是膝关节 小型狗它很常会有一些膝关节的异味 或者是内侧膝关节的异味 或者是外侧膝关节异味 所以膝关节异味的时候 也会让软骨一直磨损一直磨损 那当它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是关节会比较明显 那再来就是比如说大型狗 也很常发生的 比如说ACL就是十字韧带断裂 那当十字韧带断裂的时候 它也会造成关节的不稳定 然后里面的发炎反应 也会造成间接性的这些关节的症状 佩儀啊这样子听起来 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原因 对 因为就狗来讲真的很多都是 像刚刚讲的那么多 圆发性结构都上了一场 然后到老年的时候 你才发生坏关节 但是其实它很小的时候 其实搞不好就有一点点症状 对所以刚刚这样讲起来有轴关节 有宽关节有膝关节 对那这样子这么多是否有一些这种 退化性关节炎 当然我们晓得它退化 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那种品种的 或是说哪些品种或特别容易发生 或是它发生的时间比较早 或是平均的这种 发生的这样子一个退化性关节炎的时间 会比一般的品种来的早的呢 其实最典型大概就是指黄金 或是拉不拉多这种 对因为它们就是育种的关系 很常会有宽关节的生成不良问题 所以它们真的蛮早就会开始有 宽关节会有疼痛啊 然后后脚走路比较无力的症状 对然后其他的品种 譬如说在猫好了 猫的原因可能跟狗 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那有的时候猫会有像一些 猫也是容易有一些关节炎的症状 也就是说这个是品种的一个取向 对对对 嗯OK好 反正待会儿呢 还有更更一进一步的问题再问您 那我想如果我们像一般的四座啊 家里面养的宠物 可能年龄慢慢长大 或甚至于 它如果说有那种 先天性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到底退化性关节炎 在我们居家饲养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临床症状 那这边可以跟我们听 我们有分享 就说好像在家养了 怪怪的或怎么样 要提醒你 要大家注意 在狗来讲应该说 它的薄形会非常明显 因为狗其实很乖 你叫它过来啊 或是干嘛 它就会走 对 所以你会很明显的发现 它走路上的异常 那也许主人很难去说 它到底是哪里怪 但他们都会跟我说 走路怪怪的 嗯 那我们可能临床上会在检查 是会仔细看它的步态 它是哪只脚 看起来是 它的走路的步态 是特别有问题的 或者是前肢薄形的时候 也会看到它 严重的时候会看到 头会点地啊 黑那边这些东西的事情 就不太一样 嗯 然后另外一个主人 常常会发现是 它觉得它狗狗怪怪的 但是关节炎 常常有一个很典型症状 是会在刚起床的时候 特别明显 哦 对啊 有时候刚起床的时候 就会觉得 它好像走不太了路 然后或者痛的感觉 但是关节活动一下 哎 又好了 有时候这也会是一个 早期关节炎的警讯 也是个警讯 对 那像那种 那个不好意思 刚打断 就像有一些狗狗 它就是走一走 它就或者坐的时候 它就会前脚 会有一只 会拿起来 悬在半空中 感觉起来好像蛮可爱的 给你打招呼一样 像招财猫一样 在那边走 这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可能也有 对 那除了关节炎之外 另外我想这种 可能也要看一下 它的韧带啊 就是有时候像 腕关节的侧韧带这些 是不是也有一些 松弛度的问题 然后会让它平常 就是不太想要 用那只手去做辅咒 所以一般来 在你门诊的时候 人家可能会怀疑 跟关节有相关的问题 大概都是主人发现到 他的毛孩子走路怪怪的 在狗最主要是这样 然后在猫的话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猫其实它 本来就很高傲 所以你不太会能 叫它过来 它就过来 对 然后常常年纪大 主人就会觉得 它本来就爱睡觉啊 对 但是其实猫 就像刚刚杨医师提到的 它们有的时候就会 主要是行为上的改变 OK 对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特别来宾是竹北米花动物医院的 共同创办人 宋佩怡 宋医师来跟我们聊一下 推化性关节炎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好好地寻昏一下 猫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让它有这种推化性关节炎 而且该如何地观察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de全能狗 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 特别来宾是竹北米花动物医院的 共同创办人宋佩怡 宋医师 佩怡 刚刚在广告之前 特别有聊到 就说猫的这个推化性关节 也跟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这边可不可以更仔细地 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就是猫大部分它 那本来平常其实就走的比较少 所以主人比较难去关心到 明显的步行这件事情 那当然如果是前脚步行 可能还是会有点明显 那最主要他们可能一开始 会是长期慢性的行为上改变 因为其实这个疼痛会去影响到 他们的心理层面 所以不叫活动性的 其实会是走路怪怪的 可能会有些主人说 那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跳不太高 对所以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活动力 可能降低 比较不想跟主人玩 然后跟 这是猫平常就酷酷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有一点就是看每只猫的个性 然后比较特别是有时候他们会不想要理猫 那是他身体的毛髮会变得看起来很粗糙 自己都不去理那些杂毛了 可能动一下会痛对对对对对 然后跟上厕所的时候 然后有些猫就不在猫杀盆上厕所 他就会在外面尿尿便便 就在外面捡到 那这些都代表他 可能上厕所这个知识 或是走进猫杀盆这件事情 对他的人都是不舒服的 糟糕我们家的有一只猫 现在十一岁 他现在最近就在外面随便便 糟糕 我帮他拍一下 稍微看一下 对对对 那些两件才做健康检查 应该都还OK 来那佩宜我再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退化型关节炎 是只有在这个高龄吗 或是说他是否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年龄的一个 一个区间 比方说他很过了几岁之后 他好发的比例就特别的高 其实在狗的话并没有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狗 大部分是先天的结构的异常 所以他如果你在幼年 就发现了先天结构异常 他可能很早期 比如说三岁五岁 就开始有关节炎的症状 那当然有些狗可能没有的话 他真的就是很晚年 才会开始有这些问题 那猫的话确实 因为猫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为 年纪大了 到了跟人比较像 他可能年纪到 他的软骨开始 会有些退化的问题 所以确实猫 或者是会是年纪到 比较大的年纪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些 关节炎的症状 是 那在一般你的门诊里面 就说除了退化性关节炎之外 那关节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也会造成关节的发炎或是等等 那这边可不可以来说一下 就是关节炎的话 除了临床症状之外 因为我们通常说退化性关节 大概就是一个慢性的事情 那一些比较急性的关节炎的肿脏啊 或者是发热啊 或者动物有发烧啊 白血球增高这些事情 其实都会让我们去 怀疑关节炎 它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那除了退化性关节炎之外 其他的我们关节炎的疾病 其实就包含 比如说细菌感染好的 或者是美菌感染 或者是猿虫类 或者是病毒类 这些都可以造成关节炎的问题 那甚至很不好的 有时候会是一些关节里面的肿瘤 也有可能造成类似的问题 对所以在这些事情的 一开始除了症状 跟看对它治疗反应之外 另外也是需要拍一些S光片 看一下它有没有明显的一些 比较不好的病造的样子 那说到这边 我想就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 好不管它是primary的 就是原发性的 或者激发性的 或者是等等 那在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上面 我想应该是我们听到朋友 最关心的 因为万一真的一旦 比如说我们家的毛孩子 真的得了退化性关节炎 那在这个一般来讲 正确的一些 正确的做法 SOP 该是该怎么样的一个 治疗的过程 因为我们常常也会被 我们的酗族朋友问到 或是好朋友问到说 杨医师 这个狗狗游泳有没有帮助 然后问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游泳 那需不需要针灸 或者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 照射一些这种红外线等等 这边在治疗 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 来大家介绍一下 在治疗的部分 大概我们会说 是一个多方面的治疗 然后大概可以分成 大概可以说是分成四大类 四大类 对那第一大类的话 我们可以说大概是指痛药的部分 那等一下会再细讲一下 指痛药有哪些不一样的类似的事情 那除了指痛药之外 第二个我们指的是说 就是让关节的退化不要那么严重 其实大部分指的都是一些 保健食品的给予 保健食品 对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环境的改善 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复健 这些事情 然后最后一部分大概就是减重 控制体态 OK 大概这四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就先讲第一部分 好来 止痛的部分 那一般可能会想说 关节炎就是这个关节正在发炎 但是因为这个关节还在发炎的时候 我们就学历上会说 它有很多细胞因素啊 或是Cytochina那些恶性的东西 在里面一直发炎一直发炎 所以它是一个很慢性的事情 那这个慢性的发炎 它其实会去影响到中枢神经 它会让中枢神经会变成过度的 对疼痛的反应会变得过不明 对有可能其实只是一点点疼痛 但对这只狗来讲 它就变成过度的敏感化 对然后在接下来更严重的阶段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改变 那更严重有些狗其实会有点出现像是 我们会说一下有点像食指的症状 比如说它可能会焦虑啊 或是晚上走啊 那些走来走去的症状 对这是最严重的 然后跟关节人 它因为那个关节疼痛 所以狗狗会去或是猫咪 它会用不一样的步态 或者是姿势去维持它的体重 所以这时候它也会造成肌肉不正常的负重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边萎缩 有一边特别的 对对不对 或是不正常的肌肉 会是在过度的张力的状况下 对对 所以这四个疼痛大概会看它的临床症状 是给予适当的止痛药 所以止痛药不是只有一种 其实要看它临床症状去说 它如果到哪个阶段其实有神经性的 被过激的状况的话 它其实是需要给另外一种止痛药 去控制这些部分的 是OK 其实针对止痛药也常常有很多 这个主人们会问我们就说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给它止痛药的情况之下 它反而会不会忘记了疼痛 然后会做一些这个平常不该做的 或者说over它能够负担的 因为它不痛了嘛 那这样子是不是会有恶化的这种情形 这边可以跟大家再说一次 因为关节是一个慢性的事情 所以其实平常在环境上去 本来就要不管今天有没有吃止痛药 其实环境上都要稍微去做一些motherfile 比如说不能再让它常常跌倒 就是地板不能太滑 然后不能让它跳上跳下去跳沙发 这些都会我们叫做acute的 acute on chronic的这些急性的 急性变成慢性的 对对对对 慢性里面突然有一个急性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算它吃了止痛药 它也不应该发生那些跳沙发的事情 就是说对但是 所以不管我们吃止痛药 它的活动范围一定要限制好 对不对 那刚刚你有提到的这个重点 就是说保健食品这件事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那好像有效没效 其实见仁见智 那不晓得在您的专业的看法里面 有一些保健食品是哪一类或怎么样 它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效果在 现在的保健食品大概最古以前 我们可能就是指像是骨口肠是什么 微骨粒 微骨粒那一类的 或是鲨鱼软骨素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大豆类的啊 酪梨大豆的那些萃取物 然后再来就是鱼油 然后最新的可能就是一些绿唇仪备 这些事情 那但是在研究上通常就是吃了之后 去评估它的临床的改善 只是这会有研究上的伦理的问题 你就是不给它吃止痛药 只吃这个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所以其实过去的研究 没有办法去完全证实 那近几年有一些会觉得说 含有鱼油成分的好像确实有些帮助 或是含有绿唇一倍的也确实有些帮助 只是他们因为那些每篇paper给的剂量都不一样 跟他评估有没有效的方法 其实也都不一样 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说 这个鱼油应该要多少剂量 或者是绿唇一倍要多少剂量 然后吃的dose要多frequency要多频繁 那只能说就是它可能有效 然后如果说它对你的动物 没有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肠胃道副作用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补充并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在我的经验里面真的 看看每一只狗狗或是猫咪的反应不一样 有些真的三天之后就改善很多 有些好像就慢了或怎么样 对或许在这个个体差异上面 有很大的影响 接下来我知道是一个很大块的问题 就是复健 有关于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在治疗的你刚刚讲说 止痛药保健食品 或是环境的一些改善 那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复健这边 我想大家可能都非常的好奇 就是说第一个游泳有没有效 快问快答 有效啊 有效 但是要再有好好健康下的游泳 不是随便乱游 那游泳要多久 平常就是说他在水里面这样子一些 这个复健的这样子能很久吗 或者说有没有一定的时间 其实要看他当下的状况 因为复健这件事情大概就是 要先把止痛做好 他今天如果他突然间还在疼痛 你就让他去做这些我们叫做 主动的关节活动 其实会增加他关节的 疼痛的程度有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一般复健来讲可能是先比较静态的 跟把止痛做好 静态值的就是比如说按摩啊 或者是热敷啊 那热敷也包含一些红外线啊 这些东西 那或者是电疗啊 垒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静态的 那当他就是我们把这些疼痛稍微控制好之后 才会是进阶到比较关节的活动 那这些关节活动大概就像刚刚讲过的 像是水疗的部分 然后这是比较需要大型的机器啦 那像水疗的话通常在狗的话接受度比较高 然后甚至我们也会做一些就是水下的那个跑步机 然后跟水的那个高度 他附件的关节其实也都不一样 那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里面 从我们刚刚一开始所介绍的 可能是要有一些适当的这个止痛的药物 然后呢有一些 一些辅助的一些食品可以来采用 另外环境的改善 就是说因为摔跤或者怎么样再次的受伤 这环境友善的环境非常重要 最后呢就是附件 那所以说让整个这样配套下来 那待会儿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就再回来问一下佩姨 就是说这样子治疗过程里面 那您的这个心得或者经验 再来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Encore全能狗S 从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医师杨静宇 接下来呢我们也开始 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电话 我们的call in号码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竹北米花动物医院的合伙创办人 宋佩仪宋医师 那宋医师他的专场是小动物的一些外科啊 还有这骨头关节的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等等啊 所以有相关的问题都欢迎您call in进来 来佩一啊 在这个等call in进来之前 我们先来问一下一个问题啊 因为像这种高龄犬啊 或是猫咪 他有的时候就是说 因为新陈代谢的关系 或者节渣的关系 所以又变得比较胖 那这样子这个体重的过重 或者说这体重的一些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退化性关节炎的形成 或者说那该怎么样才能决定说 他是最好的体态 不是太胖或太瘦 如何判断 就是肥胖这件事情 他对于关节炎 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第一个就是 他关节他要承受 比原本正常的体重更多的体重 所以当他这个关节本身 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更多的体重 其实会造成这个 已经没有什么关节 有更多的负担 就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是肥胖这件事情 其实在人我们也会说 是一个全身的发炎反应 所以你全身都在发炎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发炎反应 所以一个关节要维持 他的健康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其实建议通常都是建议 不要让狗狗太胖 那甚至以前也有一些研究 就是发现我们如果是说 BCS Body Conditions Go在六分以上的时候 其实他跟一些肌肉关节的 发生率其实有潜注的相关 那怎么样来自我在家来评断说 我们的饲养的猫还是会过胖或是过瘦 在临床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分数 我们叫做BCS Body Conditions Go 就是他大概是分成九分 然后其中的四分跟五分 我们算是正常的 然后大家可以上网稍微打一下 BCS就可以看到他其中的细节 那大概四五分大概有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肋骨的部分 就是动物的肋骨摸的时候 就是你看的时候 其实看不到肋骨的线条 那但是你可以很简单的就摸得到 一根一根的肋骨 这大概就是里面的其中一项 那第二个是有腰线 那这个腰线是动物站的时候 从侧面那个腰线是从侧面看 还是从上面往下 都有都有对对对 侧面跟从上面往下都有腰线 大概就是四五分 那你如果有一个看不到的话 其实就往上到六分了 对对对 那第三个是他可能有一点点的腹部脂肪 但是不会太多 他还是会有腰线 所以如果符合这几个的话 基本上他应该会是在四五分左右 对OK 所以说这个体重控制的这个 是否拿捏到好处 这是对于退化性关节炎来讲 就是另外一个帮助的治疗上面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我们晓得退化性关节炎 他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日积月累的 一个慢性的造成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那所以说我们在日常饲养 这个毛孩子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些比方说动作 或是哪一些这种 环境上面的一些小陷阱 会容易让我们的毛孩子 会比较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 提早发生的这种可能性 提早发生 嗯 或者说 可能常常做这些动作 会让他不舒服 或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然后可是常常这样子 比方说丢飞盘啊 或是怎么样 然后这样子动作久了之后 就会比较容易造成退化性关节炎的发生 我觉得这些通常听起来比较有可能是创伤性的 就比如说丢飞盘容易造成他的脊椎 建议 我觉得小狗其实还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不要过度 就是不要玩太长太久太平凡 然后这跟品种可能也有一些相关 有些品种就不太适合一直做这些事情 说到这个品种 我特别也是帮听的朋友来 我反映一下 或者询问一下 就是说 这个像我们常常讲 小心犬 他的那个 膝关节 很容易有异味啊 或什么的那种情况出现 那往往就是说 会陷于一个 一个考虑就是说 有些医师说 他好像要分成几集 到了第几集以后就必须要开刀 可是有些主人就觉得说 好像开刀也 这个效果也不是非常的明显 那针对这一点上面来讲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佩宜 你的专业的看法 怎么样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判断的方式 或是应该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 其实从我大学 研究所说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观念 其实有一直在改变 然后跟 其实也都一直有各方不同的看法 那就我来讲 我觉得像NPL 或是膝关节异味这件事情 它其实对于主人来讲 它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选择性的手术 有点像是结扎这件事情 对 因为像这种这类型的手术 对于主人来讲 它并不是因为生病来找你的 它那时候可能其实没有症状 那今天做结扎这件事情 它是为了雨后 要有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像子宫讯动啊之类的问题 那其实NPL或是这个 膝关节异味也是 它现在其实有可能看起来没有症状 那为了做这件事情 其实为的是它是不是能延缓它以后发生关节炎的状况 那我们一般的膝关节异味我们临床上就是分为四级嘛 就是什么一二级就是它平常在关节的里面啊 然后你可以推出去 然后三四级就是平常在外面啊之类的事情 那它跟关节炎的相关 其实前几年是有paper在探讨这件事的 他们就会特别去做关节径 然后去看说在第几级的膝关节异味的时候 它的关节炎发生的程度跟软骨磨损程度有没有相关 那其实很意外的就是会发现 其实大概二级一二级的时候 它其实反而是还蛮明显的 那可以想象因为它像三四级它平常就在外面 已经在那边了 对对对对 它其实也很少回去这样 所以其实没什么关节炎 但是它其实会造成组的很明显的临床症状 脚就变形啊 然后走路很难走啊 有时候会像内八字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一二级呢 反而就是平常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其实后来就发现 他们其实一直在摩 所以它发生关节的几率 老实说有可能其实是相对 还是会比较高的 那所以在一二级的狗狗 今天如果是很年轻的狗狗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建议在年轻的时候 去矫针这件事情 对然后让它级数降低 然后不要再一直往外掉 往外掉这件事情 那当然今天如果狗狗已经年纪比较大了 据说它已经七八岁了 然后一直都是那个级数 那这时候要不要再去做这个手术 就有再讨论的空间了 没错没错 因为毕竟它已经在那边形成很久了 对对 其实我前两三个礼拜有碰到一只贵宾 然后他是已经从后面看他两只后脚 都已经是内八字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走路好像有点像企鹅那样子 对那后来他也在再三的想之说 该不该做一些积极的处理或什么等等 那当然他也参考了很多的意见 所以他目前觉得说他好像似乎 从如刚刚佩儀讲的因为他已经在外面很久了 比如说那个韧带还有那个兵骨 对吧他已经在外面很久了 所以反而没有那种关节炎的疼痛 对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在三级或四级的时候 因为他的关节是呈现一个被旋转的状态 所以他这样对于他的前持之韧带 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其实到年纪更大一点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持之韧带的断裂 对那那个时候就变成非得做不可 对对对 OK所以其实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真的爆山爆海 他的这个状况或什么都非常的多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佩儀在这个 有没有说在这个家里面 比方说已经确诊了 我们家的毛孩子已经确诊 他有退化性关节炎 那或许是在髋关节 或许说在这个膝关节或者走关节等等 那我们可不可以分别举例子来说 该怎么样来自我在家做一些复健的治疗 因为一般的家不可能有这种水中的走步机 那在家里面我们的主人们 有哪些动作可以来来帮忙他的 好就像刚刚说的复健 其实分成很多个方面 对那其实在可能大家带去看医生 然后先初步建立一个复健计划之后 那但是不可能每天都去医院做复健 所以本来在复健到一定程度之后 其实就会帮他建立一个复健计划 然后请他在家里做 那像在家里做比较简单的 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热敷啊 按摩啊这些事情 那他是可以增加关节的血液循环的 减少肌肉的疼痛啊跟增增混转性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被动的活动 关节活动 Casive的ROM这些事情 那像那个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可以测躺啊 然后从那每个关节从最下面 从Disto到Prasimo 然后慢慢每个关节的弯曲跟伸展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主动的 关节的负重 在这会痛吗 你在帮他做这个伸展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痛吗 所以疼痛的控制很重要 他那时候可能就必须 要做复健之前 就像刚刚说 可能要先制止动药啊 跟做这些ROM的时候 他要先做好按摩跟热敷 他让这个关节比较放松之后 才可以开始做这些事情 OK 所以真的还是要听 从家庭仪式的一些建议跟做法 千万不要莽撞的 就看了一些什么资讯来源 就开始噢噢噢 其实那个狗狗是非常痛的 对 对 好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他有特别来宾 是竹北米花动物医院的合伙 共同创办人 我们宋佩宜宋医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呢 再好好问一下 在这个退化性 有没有更积极的一些做法 跟预防的措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老扣全能狗S 从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我们还是持续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扣定电话 电话号码是02-8369-3398 现在在线上有位陆先生有扣音进来 喂 陆先生你好 词员好 宋医师好 毕姓陆 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们家的猫很肥 大概快十公斤 然后他最近行动感觉就变得很痴缓 那可是我如果要让他预防退化性关节炎的话 我应该是先让他减肥还是先让他运动 噢 ok 他现在几岁啊 十 嗯 十三岁了 噢十三岁了 是 ok 好的 那就这样子问题吗 还是说还有别的问题吗 嗯 我在是不是要做一个减肥计划 因为我们家可能离祖北那边比较近啊 嗯 如果有减肥计划的话 那当然我们是很高兴的 ok 好 好那你先挂电话我再来请那个我们宋医师来给你回答 好 来 这他们家的猫咪基本上来讲是十公斤 然后呢也十三岁了 嗯 那是否这个行动啊现在变得比较迟缓或等等 有没有什么一个预防的方式或减肥的计划 嗯 减肥计划当然一定有 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会去根据你的体重跟你的目标体重 然后去计算他的卡路里 嗯 然后但是猫其实不能瘦的太快 嗯 所以大家如果瘦太快 可能会发生一些脂肪肝啊之类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呃我们之前因为也都是会帮他们 特别制定一个减肥的计划 嗯然后会根据你减肥成效 我们会看你这礼拜瘦多少 那我们再努力继续加强这些事情 嗯那当然减肥计划除了帮你算卡路里之外 可能也可以增加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因为他其实平常就是不动 嗯所以不动状况下他的基础代谢率 其实真的就是比较低 嗯所以他可能也需要增加一下生活的丰富性 嗯所以比如说你可能要让他可以多跟你玩啊 不管是呃他可以追着那些玩具 然后或者是雷射笔啊这些事情 或者是有些猫其实很贪吃 嗯我有遇过 我相信 对我有遇过一组人跟我说 他如果不给他吃他就会咬他 这样子 所以像那只猫就非常好让他运动 他就是拿着那个食物亮亮亮亮亮亮亮 他就可以跟他跑跑跑 那虽然可能就五分钟啊嗯 也算是个运动 对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这些减肥大概 除了是预防关节炎 或者帮助关节炎之外 对于其他的疾病也都是很重要的 嗯那只是他到底有没有关节炎 他今天活动变得比较差 他到底是因为关节炎问题 还是其实他10岁 他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嗯 其实就需要一些比较进步检查 是而且毕竟13岁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要确定关节炎 可能我们还是需要 比如说理学检查确定一下 他是不是有哪个关节 特别的疼痛 嗯然后跟拍一些X光啊 确定一下他真的有这些问题 嗯对那如果他真的有关节炎的话 他确实有可能会需要一些 初步的一些药物 帮助关节比较舒缓的时候 他才会开始愿意去运动 这件事情 哎孙文医生我想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那猫咪他的热量怎么算啊 就是说正常你也晓得猫 他不像狗狗一餐就一口就是 一口气把他吃光 嗯他说走来来去去啊 玩玩这样子吃 嗯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怎么算他应该正确的 给他的饲料的量 我们大概会算就是 我们以前也会算什么R1R 然后或者是D1R这些事情 然后像现在wasaba最新的那个指标 他有直接告诉我们说 那个猫他在 在几个年纪或者他的活动量 他有 该有多少的D1R这件事情 嗯嗯嗯 所以 他如果今天就是 除非是多猫家庭啦 嗯 不然的话他今天不管是定时 或者是任时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计算你今天 多了丢了多少饲料 嗯嗯嗯 比如说你今天先装个60克 然后你看今天是不是喂完 嗯对 让家人也知道说你到底喂了多少 嗯嗯对 然后最主要就是先从克树这些热量 先慢慢讲 可以从这饲料的包装袋上面啦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建议 该用多少 嗯嗯 就先follow这样子的一个给的量 然后再来就做一些调整 嗯可以 然后最主要也是每个礼拜量体重 嗯嗯 像猫因为体型小所以可能需要去买个baby的婴儿秤 嗯会比较准一点 嗯嗯对对对 的确哦 其实其实我我们家有一只猫11.5公斤 嗯嗯 他也是 我们受益师的猫都特别胖 对但是你不给他吃他在那咬你啊 嗯 而且在半夜睡觉的时候三四点咬你 嗯 哈哈哈 有时候真的也没有办法 嗯 那这是然后就是题外话 我想接下来最后一点的时间 我想请问一下啊 就说在您这个整个在从事医疗工作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特殊的犬种 然后他特别容易得到一些某些部位的一些关节啊 或者说骨头方面的一些疾病 特别的犬种 比方说嘛像贵宾 嗯 有什么样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些退化性关节炎 或者说呃一些其他骨骼方面的疾病 贵宾可能真的就是很常NPL啦 嗯 就是内侧膝蓋骨异味这件事情 嗯 然后嗯 嗯 骨关节 其他像蜡肠那可能不算啦 嗯 蜡肠其实是神经性的问题 是是 身体太长了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抽筋盘突出之类的问题 嗯 嗯 然后呃像刚刚一开始说过的黄金啊 拉布拉多很容易有HD 嗯 这个生成的不良 对 这些事情 那像那个现在呃贵宾狗也常常会碰到一个就是所谓缺血性坏死的骨骨头缺血性坏死症 嗯 那正确的治疗方式该怎么做 他 理论上要看他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蛮晚了 是 对所以当他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时候 他的骨头就已经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嗯 球的构造 我们都说髋关节是球跟弯 所以当他不是正常的时候 其实能做的大概就是把这个关节给 嗯 切掉或者取代掉 嗯 所以因为小型狗所以大部分可能会 直接选择FH01就是把髋关节切掉 对就把骨骨头切掉 对对对对对 嗯 对那只是骨骨头切掉之后 虽然我们会说他是形成一个甲关节 嗯 但是其实他多少还是会造成一下 两只脚不一样的长短脚 嗯 其实不是那么明显 嗯 所以甲关节他不会像新天的关节那么好 嗯 所以长期以来可能要很注意那只脚的肌肉量 嗯 不然到老年的时候那只脚可能会觉得 他会特别的薄啊这些事情 对可能会这个尺寸上面也会有不一样的大小 对对对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呃 竹北米露动物医院的共同创办人 好 那个宋佩怡送一四两节目现场 跟他分享有关于 对话性关节炎 以及骨科上面一些场碰到的问题 那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呢 就是除处夕了 那除夕呢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 不管是毛孩子上面啦 还有吃东西上面啦 都要特别的小心 来佩怡跟大家说一句恭喜的话 来拜个早年 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除夕都看好自家的狗 不要让他们吃东西要去刮急诊 对 好我们下个礼拜一同时间 拜拜 拜拜